découvrir OK 在我人生當中的成長力 成就有樣種性 永遠都不會擬 那就是 奇幻家冒險成長的電影 那在那里亞傳奇這部電影呢 其實這裡可以大獲滿足 裡面有女物啊 會說話的事實啊 喜歡生物啊 當然 對了一個充滿想象力來說 你知道不用講嗎 誰在可以獲得滿足 那同時也可以獲得許多思想 那至於娜尼亞傳奇其實可以說是非常久 但是早在二戰之前他就已經出現了 那讓我微微道來說一下 這本小說呢是謝斯路易斯這個作者的代表之作 那全書一共有七本 他是寫這本書成名的 那我發誓他時候應該有發誓 這部他的作品還是有被翻拍成定 那順帶一提 JK羅琳到底是什麼樣寫出哈利波特的呢 答案也就是從娜尼亞傳奇這一系列 才寫得出這七本哈利波特 那JK羅琳在當時哈利波特那一陣子有受到訪問了 他說如果沒有謝斯路易斯的娜尼亞系列呢 他根本就不會寫出哈利波特 JK羅琳對於娜尼亞傳奇的意義 非常的不一樣 除了是哈出道的代表作 最近也都是非常經典的文學作 那哈利波特的寫作意義呢 其實是因為要信任哈利波特的友人 特別是他的朋友脫世心 一年少事 那如果脫世心還在世的話 那娜尼亞就會變成是 他跟他的友人共同創作的作品 那要知道哦 路易斯在寫娜尼亞傳奇的時候 他曾經有 擔任過宗教上關的工作 所以呢 他的作品裡面 時不時都有一些暗示作品的隱喻哦 像是第一集的 就是女巫魔衣圖這邊哦 這個寫到 那阿薩尼亞為了患被叛成 也就是埃德蒙 天生之喜的心神 正好就是耶穌 他被定在實事下的真理 那最後說到 到阿薩尼亞的國度 其實是深圳的娜尼亞 整本Russi他們冒險的那個娜尼亞呢 其實是假的娜尼亞 愛遇到諾雅方向的這個故事 但是早在歇時路易斯 還在世的時候 就已經有向他提出娜尼亞的拍攝計畫 但他質疑說 他的故事中的魔法色目是紅的真實呈現 因此看他身後的細節 也就是Doggle S 還有Grey High 他看過CGI的動物片段之後 才獲得批准這部電影的拍攝計畫 電影中的特色情緩之乎 大多也全都有CGI 只是當時的技術沒有像現在那麼好 但在當時的技術上面 能夠做成像現在這樣子 其實已經非常厲害了 正來一提 方式就是用真人演出 然後用日記四倍 還有捕捉動態技術呢 其實都是 現在也還是持續在使用的 甚至於我們看的迪士尼電影呢 還是有在用現在這個技術 他是創作的 第一部呢 是在2005年的時候上映 成功上映第一部 是女巫魔衣桌 導演Anderu Anderson 到了第二集呢 都還是由他來指導 可是第三集比較特別一點哦 就是由Michael Eppert來指導 而第四部影影呢 只是由江約翰遜來指導 只不過呢 在2018年 Nivy已經搶先獲取小說版權 並且推出新的系列電影 在未來呢 也已經納入了Nivy的拍攝計畫 是 對 看起來有點遙遙無期 那這裡其實還有一個人知識的 那就是納尼亞的粉絲呢 應該都知道哦 迪士尼曾經擔任這個 納尼亞傳奇的四片商 就是 獅子女巫魔衣桌 跟 賈斯潘王子 也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哦 因為當時第二集上映之後呢 迪士尼一直到 第二集的口碑 遠遠不如第一集 那甚至還有 會了一點點 因此顯得退出 但我們可以想像 當時迪士尼 已經持續成為 一家充滿一座戲劇 就是有承受的創作工資 如果這兩年 如果稍稍關注這個系列的話 其實還能夠發生 還能勿勢原非的 變化最多的 就是當時飾演的 Adama 是Kanda Tyron 那 他從英國大學歷史細畢的時候 成為英國聖物官 要知道 當年是飾演 那里亞傳 第一集呢 就是 獅子女巫魔衣 圖在寫小的時候呢 始終是按照小說年紀 寫小的 而當時他們的年紀 就跟小說一樣 大哥比得 18歲 第二集呢 年紀更大了 就來到19歲 而現在的 威廉莫斯林呢 其實是34歲 那其實也慢慢逐漸變成 一線男子 大姐蘇珊呢 蘇珊佩雯 16歲 到第二集年紀 年紀也才是17歲 那 Kassie Anna Kasselin Popwell 是32歲 那她是四個演員當中 相當不錯的一個 更大一提 當時的 Kassie in Popwell 她是當元世紀的時候呢 她只有13歲 當她拍第二集的時候 被英國人 由大石文學院士 注釋 更大一提哦 她的弟弟 Ryeddy 曾經有拍攝過 好萊塢的筆個拍 早地 Adomo Pevens 你13歲 第二集呢 14歲 現在的是Panda Evans 她是29歲哦 那早在2005年呢 她曾經跟當時 飾演哈利波特的 Daniel Pinto 就讀過同所學校 那在 黎明14號上映那一年呢 她就已經 開始在就讀 建桥大學歷史學系 主修中中歷史 她熱鬆呢 其實就是政治 因此在 2016年呢 她就宣布 自己的學習領域呢 其實有效 哪里經過演藝試驗 她選擇略衷於她的興趣 於是呢 逐漸看出演藝圈 會為藝人 克里斯平 布朗特的 幕僚 那Adomo這個靈感呢 其實是來自 尤大這個小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尤大這個小說呢 其實沒有得到 懺悔 而Adomo 最終還是有得到 一些懺悔 那最少的 老妹呢 也就是 Lucy Pevens 也就是來自 CS路易斯 和 Lucy Buffett的 那在第一本小說裡面 提到 提詞是獻給Lucy Buffett的 那實際回顧電影呢 Lucy的天生活潑善良就是 現實路易斯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第一集就是哈利斯 他也是世衛當中 至今還讓人家非常印象深刻的 因為現在的 周姬哈利 25歲 在劍橋大學畢業的時候呢 轉轉來 單院兒童 SOS 志願者 那之前還是跟 William Bush Anna Cassie William William 一樣 都還在持續在演藝系列 打拼 安妮傳奇的實在背景呢 其實是設置在 二戰時期 描述 Peter Sosa Adam Rushing 這四位佩文姓兄妹 無意間來到 娜尼亞冒險的故事 但娜尼亞的冒險呢 總是可以教會他們 許多人生哲理 首先 在《70女巫魔衣》圖當中呢 尤其從教授家 發現到 娜尼亞事件之後呢 更是發現神秘 那麼他們必成員 和斯瓦 阿斯拉 第一 在《白女巫》所帶來的 百年寒冬 同時學會成長 在一年之後呢 優美斯也 在火車賽受到召喚 再度來到娜尼亞 可是此時 娜尼亞其實早就已經過 一千三百年 更遭兇殘的 慘魔人 欺潤 那 修美斯人 帶領了剩下的 娜尼亞人 元首角色派 推翻 角色派 殘酷的 作者 也就是 李拉斯 那麼 並且 收復娜尼亞 因有的 土地 推翻 警員 可是來到 娜尼亞 時間的 三年後 剩下 六時 只剩下 埃朗 跟 露西 還有 他們的 表姿 登上 林明星者號 就是 Pastby 元首 到黑暗之島 跟世界的 鏡頭 拯救剩下的 娜尼亞人 第三集 它雖然是一個 普比 也就是一個 後繼跟前進 這樣的概念 但是我覺得 它的 後續用力 其實不大 但是 它為後期的 宇宙 算是一個 鋪陳的概念 雖然 世界 鏡頭 黑暗之島 還有 之中的 七爵 只找在 七把劍的概念 其實還蠻酷的 就是 找了什麼 就是一個 我是 英尼 去找這裡 然後就是 那邊 再去找什麼 什麼東西 拿把劍 這樣的故事 這樣的概念 那我反倒比較喜歡第二集 成本看起來 豐富史多 再來就是從 黑文西兄妹 日人 回到 納尼亞 發生時間已經超過 1300年 增加不少故事感 也增加了 許多基因體現 整部看完呢 其實不會有太多的空氣感 反而後續呢 歷照其實還蠻 有熱有餘的 想到 回來看這部電影呢 對於四位兄妹的情懷 感覺 遠遠不同 那我更喜歡這四位兄妹 看到大顆 Peter的成熟 其實是來自於 他內心對於 戰爭無奈所發出來的 蘇珊的成熟 其實也是 過於戰爭的無奈 那他們兩個是 最大的哥哥跟姐姐 認真將他們 跟 爸媽分開 其實在很多時候 爸媽這個角色 也時不時 會在他們身上出現 那這又是 為什麼 洛西 一開始發現 拿尼亞的時候 卻沒有人相信洛西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是個偶然 那時候被洛西 帶來拿尼亞之後 開始 相信洛西之後 在此之前 其實他們早就已經見怪不怪了 那怎麼更不用說嘛 出場的時候 就是一個任性 那 對比 洛西亞叫 拿尼亞 還有第一次 從拿尼亞回來 其實就跟 優斯德 一樣的屁孩 有區別的 就是一個 在於 拿尼亞改造他們 相關了很多事情的真理 所以 拿尼亞其實可以說 是一個 青少年 改造你 對於洛西來說 但拿尼亞的 立體 其實就是 他保有 純真的象徵 靈米星在號裡面 他想跟 蘇神一樣美麗 是無意間在夢中 莫當自己 弄草成拙 變成蘇神 就發現沒有他 就不會有 拿尼亞這個地方 一直到 做自己的那個 純真 還是最美 但有沒有發現喔 第三集之後 就算有沒有聽過 關於拿尼亞的存在喔 那我好奇了一下 人物結局 然後也是看了 小說之後呢 其實 還蠻 超乎意料的 其實 古納尼亞 有自信的 諾亞放鬆 而現在的 拿尼亞 其實就是 阿斯蘭人的國度 中間呢 其實就是 靈米星在號 其實有 滿下一個伏筆 那就是 世界的鏡頭 就是 阿斯蘭人的國度 那根據小說的 描述呢 拿尼亞 是一個長生不養 清晨快樂的 一個 國度 立體 如果是 埃達摩 他們的小說 結局呢 其實他們最終會 死在一個 火車事故 那 他們其實是有 兩個靈魂的 他們這樣可以來到 拿尼亞 就代表 他們在 拿尼亞世界裡面 其實還有 另外一條 生命嘛 那 另外一個呢 就是他們在 另外一個世界 對於 他們死後 靈魂沒有到 明界 其實代表著 他是一個 另外一個 新的開始 那就是 拿尼亞的 對他們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 真正的 歷型開始 對於 蘇神這個角色呢 其實 還是有些 被罵的 變得成熟的 蘇神 其實 不少人都在 罵說 為什麼 一定要 形容成一個 年輕 制步的 女性 因為 他的 其實其實也 跟 蘇神 Adaman Pieter 恰好相反 那這個以後 在 拿尼亞世界 時 錄音師 還是有 因為這樣的 形容 蘇神 還是有被罵 她 會不會看著你 永遠 會看著你 永遠 會看著你 在一集裡面呢 我會跟上次影片來做 那有想看到什麼呢 可以下面留言告訴我想看的內容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